我们来观看 首先在这个销售资料里面 销售资料 我们可以发现里面有数量跟单价 这个数量跟单价 我们可以增加一个栏位算出总价 所以之前我们的算法是怎么算的 就是在这个地方 新增资料行 或者是我们上次教你一个很简单的方式 就是什么 先到编辑查询里面 然后打开销售 然后点选数量跟单价 然后到什么 新增资料行 新增资料行里面 然后呢 我们就直接去做一个标准 标准 其实在真的 英文这边不是放standard 就是放compute 就是四则运算 标准跟加减乘除到底有什么关系 没有关系吧 你要是翻成运算 我还觉得还比较合理一点 大陆人 实在是 然后这边点选 成 我们就算完了 记得把这个名称修改一下 这是上次教你们的方法 但是我会觉得说 今天我不想要这样子来去教 我们要开始先教你说自己手动算 因为那些减书都必须要靠你自己打字打出来的 所以怎么做这件事呢 比较简单做法应该是这个样子 我们就直接透过新增量值 在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直接点选新增资料行 然后接下来把这个资料行的名称改一下 例如说我们叫做总价 然后接下来呢 在这个地方我们去算出来 数量乘与单价 所以我们就直接用什么 栏位名称 例如说数量乘单价 然后按一下Enter键 这样我们就算好了总价 增加了一栏 所以这点是要请各位稍微知道的 但是现在做这件事情 现在做这件事情 各位要思考一件事 我们的第一个原本的资料没有 原本的资料 我现在重新打开给各位看 销售资料 那个原始的以下 有没有增加了一栏 没有增加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观点 就是你无权去修改原始资料 例如说我们资料是来自于资料库 那资料库那里面的资料 不会被你做 因为你做大数据分析 要变动 这点是要请各位知道的 接下来第二个 我刚刚是不是直接在这个地方 新增 新增量值 新增资料行 所以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我们停留在 是所谓的一个 后面的处理 我们叫做资料市集 资料市集 就是被我 亲自手工做出来的 但我们来看这个编辑查询 编辑查询 是不是我一直在强调 它是Power Query Power Query里面有没有这个东西 有还是没有 没有 你看哦 编辑查询 销售 有没有看到总价 没有 可以了解吗 所以这里要请各位稍微知道一下 您是在哪里做这件事 我现在是在这个所谓的一个 Power Query里面 我是在那个 资料市集里面做这件事了 跟原本的那个资料 汇入进来 那个模型 无关了 好 所以这个新增量值 如果你是使用编辑查询 里面 新增资料行 这边的作业 这边就会有 这一定会有 但是在这个地方 在资料市集这里面 就不会有了 刚刚那边应该算是一个建立模型的地方 好 所以 只有请你做一件事情 第一个点选这个资料 然后接下来呢 选到这个销售这张资料表 然后请去做新增资料行 好 所以请你们现在动手 做一下 我把刚刚那个简单的加轴 做在 写在白板上 在这个支撫有关 然后就会做成更好